肾壮脸!成为奔跑吧世上最过分的女嘉宾钟楚希竟然长得像肖静腾。网民,难道她们是失散多年的兄妹? 因为在奔跑吧耍狠,挑战李晨,对Cliner和Angela Baby非常粗鲁的钟楚希引起话网民在网上的热烈讨论。 主演电影《芳华爆红》的钟楚希精秀的脸蛋,无论是武官或盛运都被认为和肖静腾极为相似,大陆歌手金志文日前在社群贴出一张肖的照片,并留言调侃,钟楚希。 我喜欢,调出钟来留言,她用《王妃》的歌词摇晃的红酒杯,幽默回复,还贴出和肖的对比照,调皮的留言也让粉丝混淆照片本尊是谁,拍傻魁这张照片有点像肖静腾。 钟楚希从三岁就开始学武,让她有出众的气质和体态,也被誉为有张高级脸让人过目望,拍照时总是酷酷的表情,私下却非常放得开,没有包袱的她。 她曾因粉丝要求在社群放上自拍照,只见她表情惊恐,搞怪地戴上菜刀发箍,看似被刀砍头的模样,让粉丝叮咛,姐,该吃药了。